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拉上旋的基础上 那么这一点我们来探讨拉下旋球的一些方法 拉下旋球一定这个腹部的作用一定要有 如果没有腹部你拉的时候就变成没根 也等于我们上旋球没有转腰一样 如果拉下旋球腹部不会收回来 只靠身体去顶你是很难顶的 所以说我们在拉下旋球的时候 首先要把拍头把这个拍头往腹部走 拍头一定要走到顶的腹部去 往腹部里面收 在走出来的时候腹部往前顶 那球就比较容易身体比较容易发力了 那么这个腹部 具体的腹部要做出来 一定要靠拍头往里面收 这样子腹部容易出来 但等下只要拉的时候要注意 第二个是早点 反手拉的早点很微妙 它跟正手不一样 对吧 正手有可以伸缩 那么反手的早点 这个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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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要靠我们把拍子往这边走 如果球过来一点 我拍子过来一点 从这边去拉 如果拍子在这里 我们从这里去拉 如果球在这里 我们从这里拉 这几个点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把它哭死了 球往这边走 你过来还是这样子去拉 那就慢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拍子拉过来一点 当你走到这个位置 因为不像正手可以发力 当你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拉的话 身体很难发力 所以说这几个点 等一下只要注意 第三点 我们要注意脚底的去找位置 脚底去找位置 找位置 所谓的找位置是什么 多用单步去找 下那个反手位拉球 多用单步去找 多用单步去找 那么像这种球 我过来一个碎步 加上一个单步 我就可以拉了 找位置是靠脚找的 不是靠手的 找位置一定要靠脚 一球准备要开始启动的时候 拉的时候脚就开始走 找的位置定下来就发力 对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还原 我们的还原是拉完以后往前往就拉完以后 身体要顺势要回来 你拉完以后不要在这里放了那么久 那么身体整个打开那么久 一拉就像正手一样的这样子还原 反正在拉的时候也要学会这样子 好 这四个方面等下要记住啊 那么何佩礼来引试一下 那么何佩玲来引试一下拉下旋球啊 是怎么刚才那四个四个点怎么去用了 可以吗 没有了 来看一下何佩玲 注意啊 你不用防 哎 腹部用得很好啊 对 好的 不错啊 把拍子往那边点伸 你看这个位置 对 把拍子往外面走 腹部用好啊 腹部用好啊 腹部 哎 腹部一定要用好 好 你 你去演示一下 刚才这几点 来 你看你的手用的太多了 身体 用的少 啊 身体用好点 腹部用好点 球 这 往这边的球 可以手张开点 对 他的运动员 现在是手腕用的好 身体稍微差一点 好 我们这一节 就是讲的反手拉 这几个 几个点啊 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腹部啊 脏位啊 手腕啊 身体啊 这些都是 非常讲究的 如果你拉的时候 手腕先不 指着腹部 起来 那么这里的力量 就用不出来 那么对于小孩子来讲 小孩子在学习拉球的 来讲的话 这个尤为重要 因为他的手的力量不大 完了手腕的力量 还没进力的时候 这个非常重要 他就靠身体把球带出去 那是最理想的状态 如果说是他每个球 他就是像成年一样 手腕有了 那么以后他变成球呢 用手去打球 没有去用身体 这一点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教练员在多多注意运动员 在拉球的身体的作用 好 下一节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